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日透過《華爾街日報》和《日經新聞》 同大家跟進下今日 你必須要知道的國際新聞大事 Fortune Inside明白廣大市民對高質素科技 金融、政治資訊有極大需求 然為各位讀者提供全年字底訂閱優惠 只要以電郵策成為Fortune Inside Prime免費會員 並輸入優惠碼Net 2023 即可以500港幣訂閱《華爾街日報》一年會籍 又為詳情請留意這條片下面的影片簡介欄 首先金磚國家擴容、伊朗、沙烏地等六國獲邀加入 由新興國家組成的金磚國家集團 已邀請另外六個國家加入 此事擴容已在提升該集團的全球重要性 以及在重大政治和經濟議題上挑戰西方的能力 在金磚峰會於約翰內斯堡舉行的最後一天 金磚國家領導人週四表示 沙烏地、埃及、阿根廷、伊朗、 埃塞、俄比亞和阿聯酋已獲邀加入金磚國家合作機制 金磚國家目前的成員包括中國 俄羅斯、巴西、印度和南非 金磚國家擴容對於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 和俄羅斯總統普丁、Vladimir Putin 而言試過勝利 面對與西方日益家劇的地緣政治和經濟競爭 這兩位領導人一直在推動金磚擴容 他們認為一個規模更大的組織 將讓發展中國家擁有與自身規模更加對等的 更強大話語權 習近平在金磚峰會結束時的新聞發布會上表示 讓我們共同努力 普寫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團結合作 謀發展的新篇章 在本週的峰會上 習近平向發展中國家嗜好 中國政府希望加強與非洲國家 以及傳統上對美國勢力深存而累的 拉美國家和亞洲部分國家的友誼 普丁通過影片連線參加了此次峰會 他也對新成員的加入表示歡迎 並稱他們將有助於激發該組織的活力 普丁表示 我們都支持建立一個新的多極世界秩序 一個真正平衡的秩序 當前俄羅斯尋求拓展新市場 結交新盟友 以減輕西方印烏克蘭戰爭 而對其實施的制裁所造成的影響 在這一背景下 普丁加大料向發展中國家嗜好的力道 普丁無法親自出席此次峰會 原因是國際刑事法院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今年3月 以涉嫌在烏克蘭犯下戰爭罪為由 對他發出逮捕令 他如果出席 東渡國南非將不得不逮捕他 普丁在講話中沒有提到 週三因罪基身亡的準軍事組織 雅格納 Kenner 的所有者 普類過人 巴西和印度曾主張更加循序漸進地擴揚 擔心該集團可能會變得與西方過於對立 演變成專制版的七國集團 G7 金磚國家似乎正招著這個方向發展 在自由之家 Freedom House被廣泛使用的全球自由指數中 新加入的六個國家中只有一個國家 阿根廷被列為自由國家 在滿分100分鐘得了85分 其他五個國家都被列為不自由國家 得分從8分到21分不等 不過 巴西和印度在週四的峰會上 對抗榮表示了支持 印度總理莫迪和Random Modi月 印度始終認為 抗榮會進一步增強 金磚國家作為一個組織的整體實力 當前的金磚五個 最初被歸為一類 是因為在經濟增長方面存在相似度 如今 這些國家全球經濟總量的四分之一強 同時人口約世界總人口的42% 金磚國家領導人表示 接納六個新成員是第一步 未來還會有更多國家受要加入 在此次峰會之前 包括尼日利 印尼、委內瑞拉和阿根廷在內的 二十多個國家以正式表示 猶亦加入該集團 首批六個新成員將於明年初加入 分析人士表示 新成員加入可能會進一步削弱該集團的凝聚力和決策 而集團現有成員所代表的經濟 自理體系和意識形態本身 以示竟然相異 他們在處理與美國的關係時 也取了截然不同的策略 南非比勒陀里亞智庫安全研究所 Institute for Security Studies高級研究員 這些國家組合在一起有點奇怪 性提到尿沙烏地與伊朗 以及埃及與埃塞俄比亞之間的緊張關係 他還越重明年起 中東和北非確實會對該集團 有很大的影響力 另一宗新聞 美國官員稱初步情報顯示普雷過任遭到暗殺 美國官員稱 瓦格納集團 Webner准軍事組織領導人普雷過任 Helgani-Prigussin乘坐的飛機聚毀 是一場暗殺陰謀的結果 但該飛機似乎並不是被地對空飛彈擊落 根據美國政府的初步評估 可能有一枚炸彈在該架飛機上爆炸 或者其他形式的破壞 導致該架飛機在莫斯科西北部墜毀 官員們強調這份評估相不完整 俄羅斯政府表示正在調查聚機原因 但尚未提供解釋 與普雷過任的瓦格納集團 關係密切的社交媒體頻道聲稱 這架飛機是被俄羅斯軍用防空飛彈擊落 最後美國司法部 起訴馬斯克旗下SpaceX 指控其招聘行為歧視難民 美國司法部起訴了馬斯克 Elon Musk 的火箭公司SpaceX 指控其在招聘過程中 歧視尋求庇護者和難民 這在週四提起的訴訟稱 從2018年9月到2022年5月 SpaceX經常勸了受庇護者和難民 申請該公司的工作機會 並因他們的公民申請狀態 而拒絕考慮他們的申請或用他們 這違反了移民和國籍法 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 SpaceX 的一名代表 暫未回應置評請求 該訴訟稱 SpaceX在招聘啟示和公開聲明中方程 由於聯邦法規出口管制法的規定 該公司只能用美國公民和合法永久居民 司法部表示 出口管制法並沒有規定這樣的招聘限制 而且尋求庇護者和難民 在美國生活和工作的許可 不會過期 因此他們在招聘方面 享有與公民同等的地位 作理司法部長 Chris and Clark 在一份聲明中月 通過這場訴訟 我們將追究 SpaceX 非法融行為的責任 並尋求補償 讓受庇護者和難民 能夠公平地競爭工作機會 為SpaceX 的員工隊伍 貢獻自己的才能 政府正在為那些 因被指控的歧視行為 而被阻止 它絕就業機會的受庇護者和難民 尋求公平的機會 和保法公知 司法部表示 它還可能尋求罰款和政策調整 以確保對聯邦招聘法律的持續遵守 使用這個情況 雙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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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手